NCC就别再玩文字游戏 来自蔡英文总统身边的消息 2018年以来选举仇恨未消 蔡总统要让蔡衍名痛 苏正昌要关掉中天 因为中天紧咬他180万被窃 却不敢报案 那因为台湾的整个民主是非常偏颇 那对于我们的政治的文化 民主化的整个素养的培养 我觉得都是一个 长远的都是很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很可惜这事情 很多人把它情绪化以后 我们就看不到真理 一片政治的迷雾 掩盖了事情真正的本质 权威学者刘碧荣 直指政治力凌驾民主 中天新闻认为 关掉中天是一场政治裁定 政治判决 也宣告台湾一言堂时代来临 是解言以来 台湾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台湾已经走上独裁政治 从事新闻工作 还有新闻教育上面 我们认为是最悲哀的一次 也是最悲哀的一天 所谓的这些委员 各位请看一下 所谓的7比0 这样的比数里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完全框架好了 传播学者恐令性 点破NCC委员一面倒的背后原因 中天新闻也指出 依NCC今天提出 关掉中天的两大理由 遭大量检举申诉 制裁罚和大股东介入 但事实上 NCC根本忽略政治操控的因素 也昧于传播理论和实误 若按照NCC目前标准 应该把台湾 现在所有新闻台 统统关掉 而且NCC审照过程 从听证会到处分决定 均为依正当法律程序进行 不会申请不予换照 是违法处分 主委陈耀祥进称 没看到大家的评分表 既鉴定人之后 又再次一面倒 7比0狙杀中天 建政NCC假独立 事实是从头到尾 裁判 求证 旁证 都是我的人 你怎么跟我斗 言论的光土 它可以形成一个 每一个 就像彩虹一样 每一个从极左到极右的立场都有 但现在 现在去受到 受到这种观照的状况 我们除了遗憾之外 也必须去提醒 那个在国内 麦卡锡主义的复辟 中天电视公司 为新闻自由及全体员工的工作权 一定会提出后续的法律救济程序 奋战到底 NCC的政治任务结束了 但NCC政治恶果才要开始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